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曹操决定 第一步计划就是他亲自带兵到南方去 先把刘备收拾掉 那曹操的计划成功了吗 我们马上去看看 当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壮大了许多 实力非常强大 刘备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 这步一开打刘备就输得很 失去了很多士兵 他不得不赶紧逃跑 怎么办 曹操分明就是要灭了我 刘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候他的军师诸葛亮给他出主意 就是跟孙权合作 一起来对付曹操 刘备一听顿时觉得有了希望 马上派诸葛亮去找孙权 请他帮忙 孙权虽然知道 如果刘备被打败了 那自己可能也会遭殃 可是他又很犹豫 万一曹操只是冲着刘备去的呢 我没必要去招惹他 诸葛亮早就猜到了孙权的想法 就故意激怒他 将军 在曹操打军面前 我们大家都不好过 如果您不想跟曹操打 那您为什么不趁早投降呢 孙权果然非常生气 什么 向曹操投降 那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一片领地 就要全部都送给他了 我不傻 但生气归生气 孙权还是得跟自己的手下再商量一下 就在这时曹操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心里写道 我带了八十万精兵来打刘备 你怎么着 你是想直接向我投降 还是想跟我比划比划 看到这封信 手下们非常害怕 都纷纷劝孙权投降算了 孙权听了 很不高兴 于是他找了一个他非常信得过的军师统帅 周瑜来商量 周瑜认真地分析道 曹操老贼太狡猾了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士兵 他只是在吓唬我们 曹军长期打仗已经非常累了 他们虽然人数多 但没什么可怕的 于是孙权终于下定了决心 要和刘备合作 共同对付曹操 做了决定之后 孙权马上调集了三万精兵 准备好武器和粮食 让周瑜先会会曹操 他拍拍周瑜的肩膀 感激地说道 你真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 你尽管去打 如果赢了最好 打不赢就退回我这里 我再亲自带兵去 我们绝对不能向曹操低头 就这样 周瑜带着士兵们出发了 刘备也带着兵跟在后面 准备随时帮忙 当周瑜来到长江边 一个叫做赤壁的地方时 刚好碰到了正准备过江的曹操 两支军队一见面就拿起武器 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可没想到 曹操居然在第一站就输掉了 原来曹操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他们刚刚到南方来 吃什么东西都吃不惯 非常不适应 很多人都生病了 曹操只好赶紧把士兵们带回了长江北岸 将战船停在一个叫做乌林的地方 北方人不习惯坐船 晕船晕得很厉害 曹操看着士兵们这么辛苦 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大家用铁链将所有的战船都连在了一起 这样他们在船上 就好像在地面上走路一样平稳了 果然士兵们渐渐精神了好多 曹操输了一场之后 就不主动进攻了 而是专心训练他的水军 周瑜这边毕竟人少 还不能一下子就打败曹操 于是他也在南岸的赤地停了下来 一直在想办法 这时候有一个叫黄盖的老将军 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 现在曹操将战船都连在一起 我们最好用火弓 火一烧起来 他们就逃不了了 听到这里周瑜高兴极了 好主意 但要怎么用这个火弓呢 首先周瑜选了十艘战船 在船里装上干柴 还浇上了油 再在船外面用一块大大的布围起来 不让人看见 然后周瑜又派人在这十艘船的后面 都绑上了一条小船 接下来黄盖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假装要投降 他在信中说 周瑜的兵太少了 肯定挡不住强大的曹军 他愿意带着士兵和粮食来投靠曹操 曹操看了信之后 哈哈大笑 看来还是有聪明人的嘛 很快就到了黄盖跟曹操约定的日子 这天长江上刮起了东南风 黄盖带着那十艘船出现在长江上 曹操的士兵们纷纷跑到船头来看 哈哈 正是黄盖 他果然来向咱们投降了 这时风越来越大 眼看着黄盖的船 马上就要来到曹操的军营了 突然黄盖一声令下 船上的士兵们赶紧跳到大船后面的小船上 然后点火 将大船烧着了 看到黄盖的船起火 曹操大惊失色 知道自己中计了 慌忙指挥士兵们赶紧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大风一吹 那些着火的船 就像一支支火箭一样 气势汹汹地朝着曹操这边的船冲过来 这下可糟了 曹营里的船都连在一起分不开 一朝火全部都变成了火船 士兵们又不会游泳 想逃都逃不了 都被烧得嗷嗷大叫 曹操在手下的保护下 逃到了岸上 他回头一看 连岸上的大营都已经被烧着了 这时候 周瑜也带着士兵赶来了 曹操来不及多想 只能匆匆忙忙地逃跑 他跑啊跑 周瑜艰难地躲过了周瑜的追赶 带着剩下的士兵们回到了北方 就这样 这场赤匹之战中 周瑜巧妙地运用了火攻 狠狠地打败了曹操 曹操回北方之后 孙权和刘备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他们赶紧继续招兵买马 壮大自己的实力 从此之后 全国渐渐开始形成了 以曹操、孙权、刘备为代表的三个大团体 在赤匹之战开始之前 孙权和刘备握手做好朋友 一起对付曹操 但后来 他们两个人却又相互打了起来 变成了敌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次再详细了解一下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